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讀書不完整 下名影入牛神 畫家與達時 做爾拉殘灯 纸上去谈平 不尽有缠鱼 三千年经典 两分钟哪下 心雨似流水 鲸马在右脚 鲸鲸的滴滴 自然的消瘦 读书风幻穷 下不易如幼山 花家与大事 昨儿老昨儿来不讨 心雨似流水 鲸马在右脚 鲸鲸鱼的滴滴 自然的消瘦 读书风幻穿 下不易如幼山 花家与大事 昨儿来不讨 真正的消瘦 似书风幻穿 不仪无书 无于无乘 取而三策而矣 人人无敌于天下 以致人佛之不仁 以何其血之流五也 如果完全相信书上讲的每一句话 这样倒不如无书更好 即使是周书 没有成篇这些几十的书 当中只不过有两三页可信 比如书中记载武王伐咒的事 人者无敌 以武王这样的智人 去讨伐咒王的罪不仁 本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又怎会搞到杀人的血 竟然多到可以飘浮在中米柱的地步呢 老师, 我还是不太明白 书的可信与否在于写书人的品格 如何去定记录的真实性 孟子看到的上书武成篇已经失传 现在的武成是讲咒王的士兵 前列和后列自相残杀 自造成血流瓢柱 后人认为这些内容是偽书 指杀伦如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考 木匠和车匠只能够将做完造方的方法教给人 但是就没有办法教人如何做得巧妙 老师教人只是以一种基本方法教授 求学者要自己用心自心领悟 只能领悟当中的苗里 因为下达可以用言语传授 但是上达就一定要靠心里的领悟 老师, 我还是不太明白 为了学成一种技艺 分为方法的一面和功夫的一面 得到方法就要有功夫 才可以令技艺熟练 既而功效 鱼之饭, 臭如草也, 若将终身烟 及其为天子也 被逞依古琴, 儿女果若固有枝 鱼仍是平民的时候 吃干饭和野菜已经非常知足快乐 即使贫穷一世, 他都不介意 等到他做了天子 穿着彩服, 弹着琴 又有摇的两个女士风 又好像雨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本来就是这样 圣人不会受环境所影响 不论富贵贫荐始终如一 随遇而安, 穷不怨而达不娇 老师, 你此次我完全明白了 好, 那就看下一个故事吧 身不行渡, 不行于妻子 使人不以渡, 不能行于妻子 自己不依正道行事 就算是亲密的妻子 也不会愿意接受 猜死他人不用正道 就算猜死妻子也行不通 我当初为什么会嫁给这些人 人必须先正自己 然后才可以正人 自身不正的人 其他人就会拒绝接受这种不正 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 人是理性的动物 不合理、不合正道的行为或指使 就算是亲密的妻子 如果超过情感容忍界限的时候 也不可能接受 咒于利者, 凶年不能杀 咒于得者, 邪世不能乱 有钱的人, 就算发生饥荒 也不会饿死 道德高尚的人, 虽然身处乱世 也不会迷失心智 跡之后, 则用有余 平时着重道德修养, 心存礼仪 行为自然就会合乎礼仪 就会经得起考验了 老师, 即是要不断修养得陷 要做到有秘无患 有秘无患不单只是物质 也包括心理和行为在来 钱财谷物上准备周全 就算是饥荒之年, 也不会饿死 所以道德修养深厚的人 就算身处邪恶的时代 也不会行为错乱 昊明之人能让千城之国 狗非其人, 单食豆羹健于食 喜好明星的人能够将千两冰车的大国 让给其他人 我现在就将千城之国的国君之位 让给你做了 你看, 我是不是跟瑶宇一样 神圣伟大 但是, 如果不是真正看轻富贵 这样就算是小子一南饭 一碗汤上, 都会反映出韵式的本色 昊明之徒, 善于稀世道明 大使勉强自己去做 所以不容易察觉 小事往往被忽略 反而看到真性情 老师, 我还是不太明白 在探明星的前提下 就算送国家给人 也不是真正的慷慨 而是希望得到明星 如果不能得到好明星的话 在单食斗羹这些简单的事上 也会表现出韵式 这只是人的本性 记住, 不要揭人力的短处 请问子师先生 你可否推荐几个勇士给我 陛下, 在当今之世 我认为只有勇气 才能称得上一个勇士 但是, 勇气的为人又勇敢 人品又好 所以, 有很多诸侯都很想招揽他 我不觉得 陛下,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是什么原因 听说, 他以前身份卑微的时候 曾经偷过两只鸡蛋 这种人 这种人又怎么可以统领我的大军呢? 选用人才的时候 和木匠选用木材都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被木匠选择 这样, 木匠一般都会选择一些长的木材 就算是这样, 他都会斩取一些 不需要或者损坏的部分 出色的木匠 绝对不会因为木材有一些损坏 而写气整块木材 我知道, 就是要量财而用 那就去看下一个故事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以前孟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周游列国, 四处讲学 在他和不同的人交往之中 孟子学到不用跟对方说话 都能观察到对方的心理 观察一个人 没什么比观察的眼睛来得更直接 他的眼睛不能隐藏他的丑恶 心中光明正大, 眼睛就明亮 心中不够光明正大, 眼睛就会昏暗不明 闪闪缩缩缩 所以, 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注意观察他的眼睛 他心里的善恶真假 就会无所遁形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与其察言观色 倒不如观察他的眼睛 眼神是无法用化妆掩饰的 就算是最高明的美容大师也办不到 不要听他说到口约缘何 天花乱聚 你要看着他的眼睛 老师, 我完全明白了 那就再看下一个故事了 放眼睛是会腐蝕灵魂的 新鲜的猪肉 对, 砍三斤给你 娘亲, 娘亲 今天有人要举行婚礼吗 还是有哪家人为了买猪肉而煮猪 他们为了请你吃猪肉而煮猪 孟子听到是为了自己而煮猪 就非常开心 孟子一想到今晚有猪肉吃 就不禁流口水 孟母见到孟子这么开心 就很后悔自己随口说了个大话 骗她 因为她实在不想见到小孟子失望 结果孟母就把家里 紧如的小小钱 用来买了猪肉给孟子吃 就算是无心说起一句话 孟母也会负责到底 从此之后 孟母再没有对孟子说过大话 子女都会以父母的言行举止做榜样 芳然会令灵魂腐蝕 说出来的话就像潑出去的水 所以只要说出口 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女士 你这次我就明白了 那我们看下一个故事 文为贵, 舍迹赐之 君为兄, 士故 得负幽闻而为天子 得负天子为诸侯 得负诸侯为大夫 人民是国家最重要的 代表国家的土臣和谷臣是次要的 而国君是最不重要的 所以能够得民心就可以做天子 能够得到天子信任就可以做诸侯 而得到诸侯信任就可以做大夫 所以能够得民心就可以做天子 能够得到天子信任就可以做诸侯 这时公祭 但是旱灾、水灾仍然发生 这样就是时候改建另一个社稷 如果诸侯无盗, 危及社稷 这样就可以立另一个诸侯了 老师, 我还是不太明白 这是孟子的民权思想 瑜伽思想的根本认为 人民就是一切 民众是最重要的 没有民众 国家君主就没有存在价值 人业者, 人也, 合而言之, 道也 人就是人所以为人的原理 明白吗? 合人, 同人而言, 就是道德 人者天地之本性, 人类之自得 体会了人的意义 尽力本着人心去做 就是道了 老师, 要怎样才有道? 人是我们生存做人的道理 我们要以人存心内 以人心行事 所以总合人和人就是一个道字 是每个人必行的大道 都是每个人医住代人处事的原理 山境之畸间, 戒然用之而成路 为间不用, 则谋失之矣 今谋失只知心矣 孟子对高子说 山间的小路 只可以一个人通过 如果经常有人走过 就会变成一条大路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没有人走过 茅草就会把路塞住 你的心不用得久 茅草就会塞住你的心 为善向学, 要有恒心 理疑之心稍有间断 邪欲之念就会承虚而入 律师, 我以后会恒心学习 那看下一个故事吧 大雨时代所作的音乐 一定比文王的音乐更要好 你又何以见得呢 因为大雨的钟楼 好像比虫住了一样 快断了 一定是声音好 而用得多的缘故 这些又怎样可以用来做凭静呢 好像城门口的车轨好心 难道因为两匹马大力 所以弄成这样吗 那只是因为很多车出入的缘故 判断分析要有周到的见地 不可以只凭一点观察 就妄下定论 因而故此失彼, 见一为二 老师, 这一次我明白了 那就看下一个故事吧 重造鳳虎 晋国有个人叫鳳虎 最出名是赤手空拳打老虎 好 后来他想做一个善良的人 就决定不再打老虎了 有一次他去到野外 刚好看到很多人在追赶老虎 好 麻烦你帮忙吧 之后你才能收拾他 麻烦你帮忙吧 麻烦你帮忙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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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些人也很高兴逢虎 可以再打老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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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那些违学明理的人 就会恃笑他不知自止 他又再次打老虎了 他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人应该坚守自己的原则 不应该因为环境而轻易放弃 祖师, 我还不太明白 人是有习惯性的 一旦成为习惯 就算加以克制 也很容易固态伏盟 打虎不但不是坏事 而且是打虎英雄 孟子积笑逢虎的 是他既然确认打虎授猎是不好的 确定了要追求做一个善良的人 但是在见猎深起的时候 就固态伏盟 舍弃自己的理想于不顾 没有坚守自己的立场 养心莫善于寡肉 养心就需要减少对物质的肉粘 如果能够减少肆肉 就算失去了本心的时候 也是很少的 我迷失了 要快点回复本性 如果肉粘太多 但仍然能保有本心 这些人是很少的 我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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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迷失了人的善心善成 所能够保存的善心就会少了 公孙丑问孟子 请问老师 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我善于分析其他人的说话 我都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那到底什么叫浩然之气 那是很难用一两句说话去解释 这种气极其浩大 极有其力量 用正直去培养它 而不加以伤害 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 不过这种气 一定要和仁义道德相配合 否则就会缺乏力量 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培养 心里面时刻记住 但也不可以一厢情愿地去帮助他成长 不要像宋人那样 宋国有一个人 嫌他种的和苗长得不够高 于是他走到田里面 将它们一棵一棵地拔高 他累得气喘喘 今天真是累死我了 不过我总算令和苗一瞬间生高很多 他儿子走到田里面一看 发现和苗已经全部枯死了 老师, 这就是欲畜, 质不达 我们去看下一个故事 窮寇莫追, 来者不拒 有一天, 孟子到了藤国 因为孟子的学问全遍天下 所以他来, 就引来了很多 很多无名而来的人 在孟子住的客店里面 聚集了很多想听他讲学的人 有一天早上, 客店的小耳 把一对做好的草鞋放在窗下面 但是, 等那些听孟子讲学的人走完 他发现那对草鞋不见了 是谁偷了那对草鞋? 是谁偷了那对鞋? 后来他就去找孟子 先生, 你听你讲学的人当中 竟然有小偷 你有没有亲眼看见来听我讲学的人 偷走你的草鞋? 没有, 我没有亲眼看见 我的原则是窮寇莫追, 来者不拒 只要他想听我讲学, 这样我就会大开欢迎之门 孟子的窮寇莫追, 来者不拒 和孟子的有教无类是一样的 孟子七篇在精神上承接孟子的论语 更提出著名的圣善论 到后来更被人专称为亚圣 地位只是仅次于孟子 读书碰完整, 夏冰淫入牛山 画家与大方式, 昨儿来碰碰 首歌手里承接孟子 她读书碰完整, 天的篇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